这一聊 小陈觉得对方很热情 试着约他见面 网友说 自己就住在小陈家边上 想见面可以 但有个小小的要求 保证金到位了 对方就让小陈去他家见面 小陈立马打扮了一下 赶了过去 发现进不去门 然后就要求对方给他开门 这个时候呢 他又提条件 就是说 我一个人在家 比较害怕之类的情况 就说 你必须再转保证金给我 我才能放心 陈某这个时候 就是已经在外面 就说动得很厉害了 又想着急于见面 就是按照对方的要求 就陆续转了 总共是六千块钱给对方 钱转了一笔又一笔 门还是没开 小陈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报了警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所谓的女网友 并不在杭州 而是在山东济宁 前几天 民警赶赴山东济宁 抓获了嫌疑人 韩某 什么事情找你 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事情 我就玩了 在工地上帮个忙 你想清楚跟我讲话 我知道你有前科 我杭州公安 我开了800公里路 过来找你的 我不知道你说了什么事 抓不过这种 才发现嫌疑人 是四个人 而不是一个 其中跟陈某聊天的 恰恰是个男子 目前嫌疑人韩某 袁某 范某和楚某 已经被警方行使拘留 四人都是00后 但均已成年 四人分工明确 韩某和范某 以女性头像注册账户 发布交友信息 一旦有人上钩 就以暧昧的言语 进行聊天 再实施诈骗 有报 黄剑 记者报道